20世纪50年代以后 李延山的作品终于开始蕴藏着一种在极秀意中力求生酌 由熟变生 由劝烂而归平淡的反扑归真的功力 到了60之后的作品 这种面貌就表现得极为显著而突出了 上原山居图就是这种神韵的一个典型 上原山居图简约的外貌中蕴藏着创新的一面 首先在于试点的运用 波西的林泉高至中 所谓山有三远 即高远、深远和平远 盖划了传统国画最基本的试点安排 其仰式、平式和服式 它的早春图更同时利用了三远来把空间组合起来 自山下而仰山点、未知高远、自进山而望远山、未知平远、自山前而窥山后、未知深远 上原山居图也同时利用了三远、但自序独特 因为这是一幅非一般的山居图 上原者、太空也 寓意着天外有天的境界 阎山先生在柳白的上半区在嘉义山 即在山峰往上再现远山 即在高远之上再现平远 如此安排十分罕见 但却表达出一个自由升降的试点 或者可以把此图看成是一幅垂直的手卷 另一个创新之处在于村华 钻研过历代名家笔法的阎山先生 古时以后作画 已不拘一家一格 一向坚持成先后创新的他 新的村法当然是建基于固有的基础上演变而来 不看若似曾相识 稀看则独具降心 再看看这些数的画法苍润结合 跟村华互相呼应 外表升着 但给人一种天真 简朴的美感 这里暂且谈一下 阎山先生除传统国画以外的艺术兴趣 话说在北大求学时的 他曾跟徐悲鸿学习过西洋画 对范高和赛上的画很感兴趣 特别是对范高的画 笔法在国画中比什么都重要 而范高充满能量的笔触能吸引着阎山先生 应该是件很自然的事吧 家人替阎山先生整理一部时 发现一本1953年法国出版的范高画册 我们无法知道 范高的画对阎山先生产生了怎么样的启发 只知道艺术语言无国界 可借鉴的未必只限于形态 也可以是一种难以言表的能量